看现在翻秦岭这条路是108国道 听说这条路是最凶险的了 我买一点吧 我就一个人吃我也买不多 你是随便买的 随便买一点 那么在外面还没拿完还没卸完 还没卸完 那你先卸吧 我反正做完做饭 做完饭 做饭吧 你给先撑一点 先撑 行 那我去捅 去捅还有 好嘞 好不好 好吃 好吃吗 真好吃 我小的大的 这是一斤七两 一斤七两 我给你四块钱 行吗 对 兄弟们 咱在这个大姨这里买了点猕猴桃 买了四块钱的 真的挺好吃的 好 正好咱在这里做饭 这是刚摘下来的猕猴桃 刚摘下来的 它这边都是猕猴桃 我以为是那个无花锅 可能今天都买了什么菜 老天 买了一盒花生米 9块2毛7 然后三个青椒 这个是2块1 还有这个深海黄花鱼啊 咱好久没吃过黄花鱼了 今天整了一条 这一条黄花鱼23啊 贵到不贵还可以 但是动的当当硬啊 咱得给它解冻啊 一会拿到那个太阳地晒一下 还有这个火腿肠啊 因为咱马上要翻秦岭了 所以啊 准备一下 万一到了秦岭上面没有吃的 那就麻烦了 咱再吃备用口粮吧 算是 咱放在这个太阳底下 把这个黄花鱼晒一晒 不然的话 它解冻 时间太长了 咱把这袋新米给它拆了 这袋米买了好长时间了 最近 吃米饭吃的少 我没哭了 好 这个 你再吃虫 我给你弄两个虫 不用 好 谢谢 这个就 我有菜 我买了一颗白菜 也有 对 那有费 有青椒白菜我都有 大白菜 有有有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你弄干完了吗 差不多了 累了就谢谢 不要那么急 对吧 先卖 先卖 慢慢吃 对 你也给你做点饭吃 好 好 你再要吃点 你给你帮家吃 不要 谢谢 我不要 我那些调料都有 又费 蒜 葱 水 都有 我打水了 我又被动了 要给你帮我 好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爷 兄弟们 这个大爷人很好 给他搞了点这个小青菜 这小白菜是吧 这绝对是绿色 无污染的 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的 上面还有虫眼的 这种吃了最健康 那个大爷去路边卖蜜蜂桃了 刚才那个大爷跟我说 如果没有水的话 可以去他家打 他家就住着 说没有葱的话 也可以去那边 过摘两盒葱 因为他种了那个葱 这些咱不要 水也已经打了 这些葱的话 咱不吃 咱有洋葱 吃洋葱就可以了 不知道咱新买的这个大米 好不好吃啊 尝一下 这一袋大米 好像是三十多块钱 三十几 我忘了 买了很长时间 那个鱼 我靠 还是当当硬 这样解冻不麻烦了 老师兄弟们 这一时半会儿 也解不了冻 不行 咱直接给它杀了吧 那个黄花鱼 已经处理好了 老前面 接下来给它加入 科技鱼很活 做鱼的话 必须得加这个东西 生姜 必须得给它安排上 加上这个东西 这小腥味 等于加下去了 灵魂调料也不能少 撒上一层盐 可以了吧 可以了 这小香味 等于加上去了 盖上果杆 把烟汤 九九八十一分钟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 猕猴桃的树 我是第一次见 这种就是猕猴桃的树 感觉就跟葡萄树差不多 而且它还搭着架子 真的跟葡萄树差不多 刚才阿姨问我要不要葱 就这里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阿姨的 猕猴桃的果园 它这里还种了那种小葱 看那个猕猴桃 这么一点很小 特别小 基本上已经没了 都摘完了 咱今天做饭的这个地方的环境 真的是一级棒 一级棒 这周围全是果园 全是 正好这边有一片大空地 而且这里有三棵树 有阴凉地 也不晒 特别舒服 这边就是108国道 咱就走这条路去汉中 翻越青岭 那那个米饭应该差不多了 给它拿下来吧 把咱的小黄花鱼给炖上 蒸上应该 清蒸黄花鱼 我去 出车祸了 老天们 怎么这个车开着开着 撞到那个护栏上了 有两面 好厉害 这轮子撞成那个样了 这些轮胎都撞掉了 这些轮胎都撞掉了 爆胎了 爆胎了 这都脱圈了是不是 你把车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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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后面有车啊 看那个清蒸黄花鱼 应该差不多了 打开之后好香啊 可以给它拿出来了 可以给它拿出来了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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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给它加点水 加点水 咱还有一个菜啊 好烫 它炉子都消灭了 灭了 咱那个养生大白菜也差不多了 清水炖 给它捞出来了 熊里门 咱那个饭终于做好了 看一下 这是蒸的米饭 还有这个养生大白菜 烫了一个青椒 包括那个阿姨给咱的那个小青菜 我都给它一锅煮了 这是清蒸黄花鱼啊 都干了 因为煮这个菜浪费了很长时间 那个黄花鱼都有点干了 不过也没关系 开灶 先给咱那个养生大白菜 撒点盐 加点盐 这小味等着加上去了 好了 不算 开饭了老铁门 来兄弟们先吃 啊 整口养生大白菜 原味的 一股白菜味 尝一下咱那个清蒸黄花鱼怎么样 蒸的时候还没解冻呢 我就给它蒸上了 它鱼肉 咱们咱也没加太多调料 就加了点姜 很鲜美真的很鲜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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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食还是海里面的鱼好吃 整口养生拿青椒这才是原味的淡点那个鱼汤 看这一大块肉 这鱼也没多少刺 那个小刺 也很软 不会砍喉咙一般的 吃完饭今天收拾好咱不走了 明天再走吧 今天太晚了 因为接下来咱要翻秦岭了 走之前啊 咱们买点补给放到咱那个车上 像水了鸡蛋了这些都得买上 万一到了秦岭 到了山顶上没有吃了 那就废了 而且从这到秦岭 大概一百多公里没有充电桩 所以也是考验了 那个车的一个时候了 它不仅没有充电桩 而且这一路肯定都是上坡 对吧 翻秦岭肯定是上坡 上坡 耗电量更大 我今天待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跑鸡这个大爷家的 这个地应该是他家的 我现在翻秦岭这条路是108国道 听说这条路是最凶险的了 他选了一条最凶险的路 我在地图上看 反正它那个路全是那种弯弯绕 九曲连环 这个小青菜 是那个大爷给的 这是他自己种的 这个叫什么菜 是白菜吗 小白菜 太好吃了 太香了